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今天是2017年的5月22号 星期一 农历4月27 我们来看今天下时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今天上午 厦门会晤中外媒体吹风会在月华酒店举行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裴金佳向中外媒体记者 全面细致地介绍了我是筹备厦门会晤的情况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陆康主持吹风会 会上 裴金佳向中外媒体记者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和感谢 他说 筹办厦门会晤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福建厦门的高度重视和关怀厚爱 我们将坚决落实中央指示精神 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办工作 裴金佳说 筹备工作自去年启动以来 福建省厦门市认真贯彻中央的部署要求 紧锣密鼓 统筹协调推进各项筹备工作 会晤活动安排 场馆准备 环境保障 会晤组织 安全保卫 社会动员等各方面工作 都按照计划有序推进 在厦门会晤筹备过程中 我们注重把握好五个方面 一是坚持节俭办会 参照国际惯例和实际需要 按照保证质量满足要求 与勤俭节约相统一的原则 坚持精打细算 注重绿色环保 二是坚持共享发展 坚持把筹备工作与加快台风灾后重建 改善城市环境 提升管理水平 有机结合起来 做好基础设施运营维护 市容世贸整治 环境提升保护等 常态化管理工作 以更加优美整洁有序的城市面貌 迎接八封宾客 并让全体市民从中受益 三是坚持安全至上 我们注重安保前移 落实落细落小各项安保措施 同时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食品安全保障 卫生防疫 大气污染防治等各项工作 四是坚持优质服务 对与会代表嘉宾的住宿 交通餐饮工作保障 都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 五是坚持广泛参与 厦门市民积极投身 树文明新风迎金砖宾客 厦门会晤 志愿同行等志愿活动 踊跃参与公共文明提升行动 进一步营造文明友善的社会氛围 裴金家说 距离厦门会晤召开 还有一百多天 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 倒排工作进度 继续全面有序 推进各项筹备工作 作为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九次会晤的承办地 厦门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厦门会晤筹备工作进展如何 是一段时间以来 境内外媒体记者非常关心的事情 今天上午 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 78家境内外媒体的百余命记者 参加了吹风会 并就关心的话题 向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裴金家提问 其中 厦门会晤如何实现 节俭务实 增强百姓获得感的办会理念 是记者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这个裴书记 您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这次办会 要节约又要务实 也要尽量做到不扰民 另外一方面 可能也要给外宾 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我们具体要怎么来落实 就我们的办会理念就是 节俭务实 扫老兵 增强我们百姓的获得感 我们这一次的金砖会晤的主场馆 跟酒店 都是我们原来现有的资源 个别地方加以提升和改造 坚持绿色款保 少花钱办事事 在筹建过程当中 我们把金砖的筹备工作 和栽后的重建工作 刚才讲很好的结合起来 关于这个扫老兵方面 所委会已经明确在金砖会晤期间 我们不停工 不放假 除个别时段和重要路段 不实行 封闭道路不进行 尽量减少 对我们市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我们县门还是一个礼物会展城市 应该讲酒店场馆 条件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总体我们各项除外工作 在硬件方面 基本上应该讲现在是完成 我们下一步更重点的主要 是要做好这么其他几项工作 一个是进一步开展 我们会晤的志愿者的培训工作 第二就是我们要进一步强化 我们一些相关的 一些安保措施的一些路势 我们安排了1.5万平的新闻中心 我们还力求能够上一些既有闽南特色菜 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加可口的餐食 我想请问一下裴书记 我们闽南人天性是非常的热情好客 那么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厦门会晤 厦门市民展现出了怎样的热情和支持度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谢谢 厦门是一个开放包容 热情好客的城市 我们厦门人民对这一次军砖会晤 大家是大力的支持 比如说我们很多市民 参理环境卫星的整治 垃圾的分类处理等等 通过这样的积极行动 来促进这个城市的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升 比如说我们原来计划招募 军砖会晤志愿者是2000人 结果实际报名的是3万多人 第三是主动的建言宪策 我们这一次向全市市民画出就征集 金砖会晤厦门的文明工业 结果每天现在我们都收到很多的来信 第四个就是他们立筑岗位来提升服务水平 以这种方式来迎接我们各皇贵宾 厦门人民真诚地欢迎大家 谢谢 厦门是我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 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 不少记者在问答环节中表达了对厦门经济社会 快速健康发展的高度关切 裴经嘉表示 筹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 对厦门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除了提升厦门的文明程度和接待能力之外 对厦门的经济发展必将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厦门将抓紧机遇加快发展 进一步提升厦门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对厦门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国际性活动 厦门如何借力借势提升国际化水平 是不少中外记者关心的问题 裴经嘉在回答中表示 举办厦门会晤 对进一步提升厦门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同时也为厦门进一步展示中国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成就 提供了一个契机 我们将把握机会 城市而上 进一步提升厦门国际影响力 第一个方面就是要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我们将努力把厦门建设成为一个 投资贸易 便利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一个示范城市 第二是在更高起点上来实施 我们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这个战略 我们将对接全球的优质资源 大力引进一些国际机构 跨过公司来进驻厦门 同时我们也鼓励我们中国的企业 通过厦门来左向世界 来加强跟世界的经济合作 把厦门世界产业价值链条部级当中的地位 来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裴经家表示 举办厦门会晤 为厦门在更高起点上推动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厦门将抓住这次会晤的契机 来推动厦门的改革开放 向更高水平发展 首先要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室 努力形成以创新驱动为主引擎的增长机制 努力推进形成以高端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 来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其次要打造自贸试验区升级版 进一步推动厦门的各项改革 大胆闯 大胆试 自主改 为全国提供更多的可复制 可推广的试点经验 裴经家说 厦门将按照习近平主席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积极融入 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 促进海思和路思的连接 今天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 很多来自全球各地的媒体 他们当中也有很多是来自 其他金砖四国的媒体记者朋友 跟目前厦门和其他金砖四国之间的 经贸交流交往的一个状况 能不能够为我们介绍一下 谢谢 在十二五期间特别到去年底 我们夏门跟金砖其他四国的贸易 年平均增长了9.7 特别是进口 年平均增长了14.5 希望我们下一步 特别我们夏门市的媒体 也跟我们金砖各国 包括在座的各位媒体 加强交流 各自相互介绍各自的一些国情 投资环境等等 来进一步推动 我们夏门跟各个国家的交流 本台记者报道 上午举行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 座无虚席 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 78家媒体的100名记者 运及厦门 他们对厦门会晤 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吹风会上 各种肤色说着不同语言的中外记者们 有的在出镜直播 有的在提问采访 有的在电脑上奋笔集书 他们中不少人都是第一次来到厦门 这里亮丽的山海景观 深厚的文化底蕴 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来自巴基斯坦的记者 穆罕默德 阿萨迪 和他的同事 昨天游览了曾挫安 古浪宇 还拍照发了朋友圈 标题就是 第一眼就令我惊艳的厦门 厦门呢 作为一个海上思路的一个起点 它有非常深的一个历史的渊源 另外呢 它的人文的气息呢 是非常吸引人的 那我相信呢 在九月份的金庄会议上 也会感动或者是说会感染到 所有与会来参与的嘉宾吧 吹风会上 不少记者 还主动找厦门本地的媒体询问交流 他们认为金庄国家 是未来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他们对这次厦门会晤充满期待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本栏目今天起推出 共化金砖系列报道 具体情况请楚桥给大家说一说 好的 我们去了解一下 自2006年首次外省会晤以来 金庄国家为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 做出重要贡献 今天的共化金砖 我们来听一听各国官员 学者 如何看待金砖国家这几年的经济合作 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目前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已占全球五分之一 世界500强企业中有约120家来自金砖国家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正以前所未有的崛起姿态支撑着人们 对全球经济复苏的渴望 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 贡献率超过50% 在今天的世界经济版图上 金砖国家已经融入到一场全球经济治理与改革的大潮中 如果这些国家一起进行 他们可以承担世界经济 因为全球经济的大小 比美国和美国更大 所以为什么西方世界 承担世界经济的世界 为什么不承担世界经济的世界 工商银行宣布 以366.7亿南非兰特 约54.6亿美元 收购南非第一大银行 南非标准银行 20%的股权 从而成为其最大股东 如果我们大胆地为俄罗斯印度 巴西和南非各选择一副面孔 也许会呈现这样的图景 在俄罗斯 西伯利亚油气钻碳的工人忙碌着 把石油通过管道输送到欧亚等地 在印度 班加罗尔的软件工程师 正在分析来自微软或苹果公司的订单 在巴西 淡水河谷的高管正在考虑 是否要给他们下一批出口的铁矿石涨价 在南非 矿产研究人员在研究 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开采的价值 我们代表的后边是学习师长 所以我应该看到 如果从变量来讲 它是无限量的 第九次军专国家领导人会晤 即将在厦门举行 一场社会能怎样提升城市的形象 改善城市的环境 一座城市又如何通过重要活动 提升文明程度 我们不妨去去年举办G20峰会的杭州 去看一看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推出印象杭州系列报道 第一集我们就先从杭州最有名的景点 西湖奢企 西湖奢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夜色渐渐在西湖上弥漫开 岸边的展展灯光随之点亮 如同一条金色的珠串 环绕着温婉静谧的湖面 就在这平静与温柔背后 似乎有一股力量在酝酿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 朝着西湖东北角汇聚 一曲动感十足的拉德斯基进行曲 打破了西湖夜晚的寂静 伴随着韵律十足的曲调 眼前的西湖水似乎注入了新的灵魂 让人血脉糞张 西湖音乐喷泉 不仅成为西湖的标志性景点 也成为国内最具知名度和关注度的音乐喷泉之一 十年前也就是2007年 我第一次来到杭州西湖 就看过音乐喷泉 当时我就被震撼到了 因为我没有想到在白天如此优雅静腻的西湖 到了夜晚可以如此活泼和动态 去年音乐喷泉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提升 改造之后 我感觉现在看到的音乐喷泉 比十年前更有魅力了 西湖音乐喷泉原建于2003年 2016年杭州对音乐喷泉实施了提升工程 新增了气泡喷泉 气动水膜喷泉 弧线型喷泉等多种喷泉种类 不仅形态更美更多变 表演曲目也进行了升级 更现代更有时尚感 喷了一次我都不想走 还有看 真的 对 看了两遍 对 光是更好 所以我们希望 音乐喷泉闪耀了西湖的东北角 而在西湖西北角的岳湖景区内 一场西湖之上月光之下的绝美演出 也正悄然上演 在如梦如幻的山水倒影中 一幅水墨画卷般的江南美景 在巨大的石井舞台上完美呈现 去年J20峰会的文艺演出 最艺是杭州 惊艳了世界 特别是在湖面上跳起天鹅湖 结合全西投影技术将艺术与科技 东方和西方通俗和高雅 完美融合 用艺术手段诠释了杭州这座城市的特有气质 这台既有国际范儿又有中国风 更有杭州味道的水上交响音乐实践演出 从今年5月1号起推出了旅游版进行常态化演出 对于那一天没有机会看原版的观众来说 看这个一点都不会失望 它会很惊艳还是保持了原来的一个水平 让它更多的人欣赏到 把它留下来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 成为一个独特的记忆吧 天生丽质的杭州经过J20的加持 产生了美丽的蜕变 杭州人有个说法 J20之前很多人问为什么是杭州 J20之后大家在思考 杭州应该有怎样的更大担当 仅从旅游来说 J20之后游客就见识到了更多的精彩 漫步在夜色下的西湖 这里以光为墨 多乐出一个光明舒淡 画意盎然的世界 而在西湖之外的杭州同样精彩 武林广场推出了亚洲最大的 罗远三地灯光秀天堂杭州 用十分钟的光影 展现了西湖的秀丽 运河的古老熙熙的风情 成为展现杭州的又一张城市金铭片 运河沿线亮灯工程 前江新城主题灯光秀 前唐江南北岸灯光秀等等 不仅让杭州这座古老的历史名城 在不断的创新和对自身的深挖掘里 有了越来越多的旅游点 已让杭州的美从白天延续到了黑夜 本台记者杭州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市新闻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我是今年第二批保障性租赁房 异想登记今天启动 专门面向全市住房困难的低保家庭 和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进行配租 本次配租的对象为全市住房困难的 低保家庭及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 据了解 仅全市申请户较多的思明区开源街道 上周调查再测的低保家庭就有144户 其中一半已经申请了保障房 另一半街道办的工作人员 也进行了挨家挨户的通知 上午他们就已办理完两户的异项登记 考虑到低保和特困人员的实际困难 本批房源调剂出了岛内近期退出 或选房剩余的房源 向思明和狐狸两个区的申请户配租 异项登记从今天起到6月5号结束 按照流程6月8号将进行公开摇号 6月12号开始正式申请 根据我是住房保障政策 低保家庭和特困人员经审核 只要符合申请条件都可以分配到保障房 实行阴保禁保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我是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 第27批信访件 该批34件信访件均第一时间交由相关责任单位 现场调查处理 至此我是共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 信访件27批共计478件 截至昨天我是以半截信访件314件 其中被责令整改的企业606家 被立案处罚的有364家 被依法立案侦查的2家 相关违法企业被处罚款 共计人民币约594.39万元 此外有208人被约谈 6人因监管不利 查处不利被问责 以上就是今天下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获取更多资讯 欢迎您关注厦门广电 官方微博 微信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明天见 明天见